新北市新庄区发生了三车连环追撞的车祸 由一名驾驶疑似晃神直接追撞前方在等红灯的两台轿车 造成五个人受伤 而其中在中间的渡源进程车变成了夹心饼干 车头跟车尾严重损坏 而车内的女乘客更是双脚卡住 一度涉困车内相当的惊险 好 另外来看到在新北市三峡 同样发生了车子被追撞的事故 肇事驾驶逃逸 但警方在追查的过程当中 却意外自撞分隔道 两台白色小客车路口停等红灯 没想到过没几秒 一台黑车速度不慢直接追撞 力道之大在马路上击撑一团 刷车拉着 刷车拉着 黑车狂冒白眼很惊险 肇事的就是他 22岁的游信驾驶疑似救世 晃神酿祸 中间这台险些成为夹心饼干的白色 多元计程车 跪缩便携 女乘客双脚卡住一度受困 脚动不了嘛 另一台白车车内有两名女子 女驾驶一拐一拐地走下车 看起来惊魂未定 事发在新北市新庄区 15号晚上11点多 这一撞三车五人通通送医 好险大多是身体擦错伤 没有生命危险 三方驾驶九车子均为零 类似画面出现在新北市三峡区 一台汽车路口准备回转 下一秒遭后方车辆撞上 酿货驾驶却照逃 事后警方拦截围捕 还发生小插曲 远景骑车不慎自撞分隔倒 在地上连滚了好几圈 警方事后调查 发现肇事驾驶开的车 根本是偷来的 开脏车啪啪造 床货还搞消失 警方现在追人要查出真相 记者马生杰林昭贤 崇文淳新北市报道